维棋频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维棋频道赛事直播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王玉辉老师 为大家讲解 2012年金粒智能手机杯全国维棋 甲级联赛第20轮的精彩对局 王老师你好 非常好 各位朋友下午好 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现在是夺冠和保级的形势 也是非常的不明朗 错综复杂 今天我们为您讲的这盘棋 应该说是第20轮里 比较焦点的一盘棋 没错 一方面重庆队的鼓励 一方是山东队的范婷玉 重庆队是要夺冠 是要争冠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优势 那么山东队实际上 现在还是深陷于保级圈 没有安全 那么加上本身他们两个呢 也是不同阶段的这个王者吧 成绩都很好 所以这盘棋呢 也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山东队按理说 它是这个咱们2010年的联赛冠军 然后去年呢 是逐渐滑落到了第四名 今年现在是位置是倒数第四 原因可能是在这个下半赛季 从第15轮开始遭遇了四连败 也就是说到上轮为止 他们都一分未得 然后因此现在就是说 保级形势也逐渐开始严峻起来 这个你不说我都没有太关注 我觉得这就是多少有点不太可思议的事情 这样吧 我们看棋吧 好 一边看一边看棋 一边跟大家聊 范婷玉的黑棋 也就是说是重庆队的主场 是 可以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绝大多数啊 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 主将的时候会选择白棋 手脚 这个鼓励特有 鼓励爱用 鼓励爱用 这个我在 曾经我记得以前我评点过这手棋啊 就是这手棋呢 鼓励已经下了很久了 它不是说今天刚开始下 不是说是新手 但是呢 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鼓励经常使用的棋啊 它执着的 全都用这手棋 正常的情况下 都会被很多棋手模仿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棋手啊 可能就会模仿 但偏偏就这一手棋 据我观察 很少有人模仿 没什么人下 对 就是即便大家都知道鼓励会这么下 但是轮到自己下的时候 都很少有人模仿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讲不到原因 鼓励是旺嘛 而且鼓励它是有这个魅力的啊 就是它下了棋 大家都很喜欢学 但这手棋呢 就是说学起来难度太大 操作起来难度太大 正常来说 因为白棋有很多种下法嘛 就是挂脚 分头 或者是其他从这边挂脚 有很多种下法可以选 但是鼓励呢 这是偏爱的这一手 大家对这一手棋 可能都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看法 这一手棋呢 从布局的角度来说 相对于其他 我们刚才摆的那个 其他几种下法啊 这手棋多少有一点 见走偏锋的感觉 我们的看法啊 鼓励可能就是这手好棋 有的时候 棋手下棋的过程中啊 从某一部棋看出来的 解读出来的呢 是他的契合 是他的心情 并不是说这手棋 真正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我觉得这手棋 可以这么去解释 我看他以前还下这个 就黑的白的都会下 好像据我观察中 低位的多 因为我去年就 我去年讲解 鼓励的棋的时候 不管是国内的联赛 还是国际上的 三星杯的比赛啊 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他去年三星杯的比赛 下了好几盘那个 对螺旋 对螺旋 半决赛的时候 下的就是这个棋 然后半决赛的 决赛的第二局 赢 赢袁胜珍 似乎也下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棋 对 所以说也没什么 没有什么过多的解释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维持他的契合就好了 就是偏爱这一声 是 然后黑棋呢 当然连片也是 绝对的大长 正常的 绝对的大长 挂脚 这个连片 最早我们学棋的时候 老师都提倡 高位的嘛 现在可能还是觉得 低位比较适用于 掌握时空一点 这个挂脚 这条 然后这个普通是不是非 是的 普通应该是非 普通是非 这番棋 他直接点到翻翻来了 对 非的话 那就是说非的话 他不希望被别人煎 他不希望被别人煎 走成这样 这样白棋还不满意吗 对 有可能 他觉得可能是这个 这个以后被翻翻不舒服 这两边都是低位 而且拆的宽度呢 差不多 这个被三三点呢 可能不愉快 应该有这个考虑 而且像这个定势呢 实际上白棋有一个顾虑啊 有一个顾虑就是 这个整体的位置太低 以后黑棋上面点 白棋基本上只有硬 靠压 这也基本上只有硬 因为被先手虎一下 价值实在太大 走这个 对 基本上只有硬 那么就是说 黑棋如果有潜在 这两手机先手的话 对这边影响很大 嗯 他直接这个实战的 直接三三点入呢 就是不愿意 除了不愿意被别人 有点三三的可能之外呢 还 有点讨厌 刚才那个位置偏低的 这么一个感觉 那我直接拆回来可以吗 拆这个的话 对啊 您不是说那个位置低吗 对 拆这个的话 那点三三就更难硬了 哦 更难硬 对 点三三就更难选择了 嗯 刚才如果走在这的话 基本上挡这个 搬了连搬 还可以形成一个定式 如果拆在这的话 被点三三挡哪边 就比较头疼 那可能就 嗯 很难选 这个位置就更加健合了 嗯 所以他这个点三三 应该是有想法的 嗯 这个想法比较容易解读 我们 试着解读这些东西 这个应该是 是靠谱了 嗯 这样的话呢 黑棋面临选择 哦 黑棋 对 是现在吗 黑棋如果拐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不能考虑 这很简单 因为飞的时候 黑棋有的时候并不肩嘛 嗯 黑棋有时候保留这个 有时候走上面 有时候直接走别的 是 那么未来 即便被白棋肩到挡在这的话呢 黑棋也 不能说是亏损 嗯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 不能说是亏损的局面 嗯 但是呢 如果真的实战下层变样的话 比如说如果实战黑棋拐 白棋下层这个虎的话呢 虽然从局部来说 也是一个定式啊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定式 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些东西啊 就白棋所讨厌的那些东西 没有了 嗯 第一 这个点三分的痛苦 不会出现 对 第二呢 你刚才上面什么点了靠压的那些先手啊 也就没有了 对 对 所以说 如果像是这样的话呢 从心情上来说 显然是白棋是更舒服一些 而且现在这么早的时候 白棋就 黑棋就拐下来 是不是有点不肯 嗯 对 所以说黑棋实战还是选择搬下来 嗯 这也是一种契合 但是呢 白棋的点三三 它也是有它的快乐的地方呢 嗯 但飞到那的时候 黑棋这个子位置不好 哦 以前都是中国流的 以前中国流 对 中国流的时候比较多 那也会好一些 以后 这样我靠下来 起码还多拆一个 哦 对 这样的起 我们其实也讲过很多盘了 嗯 现在的话呢 这个子的位置 稍微不太舒服 那就是跟这个子有关系 黑棋现在就不靠下来了 嗯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其实靠下来也未必不行 就因为这个子近了一路吗 近了一路 这个差这么多吗 对 那差一路肯定还是差很多的 差一路还差很多 但是 即便是靠下来是不是不好 那要另当别论 沾啥 嗯 然后白棋来感觉是加 哦 加 是不是要搬一下 对 应该会搬 然后白棋跳 这个棋好像很多 很多局面下已经出现过了 好像还有冲断的 直接冲断 直接冲断 不过他现在这个子近了一路 直接冲断 这个长位 变得先手了 哦 这倒很难讲 嗯 如果在这的话 直接冲断 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 鼓励跟十月的棋 好像有过这样的对局 有点印象 嗯 在这的话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棋确实是很有意思 嗯 布局呢 看上去 大家在欣赏职业高手下棋的时候 布局看上去 好像都差不多 嗯 这个 但是蕴藏的很多深深奥的东西 我们也得稀稀的琢磨 是 像他这个棋确实 进了一路以后呢 他靠下来的心情差一些了 然后 他就直接 挂了脚 嗯 然后白棋也不是在这边 对 这个挂脚的意图呢 肯定还是 肯定还是希望他硬 希望他硬 对 然后大概这边加回来 嗯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嗯 但是 难道 我 我对不太明白的一点是什么 你说挂脚 白棋硬的时候 黑棋会这个时候靠吗 对啊 黑棋 有可能吗 应该挂了会拆回来吧 我这个 说实话 稍微有点不太理解 嗯 正常来说 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会走这个 嗯 然后白棋不管是刺 还是剪 应该都能走着 对 应该都能走着 这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嗯 但他实战呢 白棋想 显得有点着急啊 白棋 对啊 他连这个都没敢跳 不是呢 这叫契合 这个是不是 敢不敢的问题 不知道好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解释 嗯 总之这首棋显得 确实契合很足 那他是不是想黑棋 就是先交换一下 然后再跳回来 对 但黑棋一般来说 不太可能理 我相信古力也知道这一点 不太可能理这个 白棋这首棋 尖的语言是什么呢 就是你既然不靠 那你这辈子也没这个机会了 嗯 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你不用 那我马上就把这个机会 给你给删除掉 啊 就不再让你有这个选项 所以这个尖的语言是这个 嗯 契合很足 但是就我而言 就我看 我觉得就跳回来 没关系 是 黑棋应该还是会这样下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 白棋脱尖 黑棋一定要靠下来的话呢 跟刚才 跟刚才 黑棋便宜的很有限 嗯 就即便是这样 嗯 便宜的很有限 这样是其交换 嗯 正常范围之内吧 那古力的棋 一般不接受正常范围啊 古力总是要 有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这个尖 很凶 但是这个总是感觉 被人双飞燕一下 不舒服 不舒服 因为本来白棋跳这个的话 这条边是白棋的 对 白棋的聚宝盆 嗯 现在被挂到这以后 确实不舒服 嗯 难以选择 挂到这个 选择起来有点难 嗯 像现在这种尖 已经很少有职业系手下的 尖一个呢 是最普通的定势 对 但是尖一个被对手点到33 实控上亏损太严重 嗯 所以说 这个很少有人想 就现在一般都压一边 对 一般压 以前说是压强不压弱 是吧 压强不压弱 那肯定是压这个 压上边了 对但是现在基本上 这句格言已经 已经过时了 又过时了 对已经过时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压这个 不管 比如说这是二间低加的时候 也是压这个 二间高加也是压这个 对 实际上他选择压这个 嗯 然后黑旗选择点脚 踩回来 对这个定势 作为黑旗来说 选择的还是过于简 比较简单的 它的思路非常的明确 取实地了 取实地 抢先手 抢先手是第一位的 抢先手 长那个吗 对要长那个 长那个确实还是大 否则白旗搬起来的话呢 这个子变得孤单了 这个子反而变得 有点拆得过远了 就这一条 这个长呢 它是蕴藏的 不仅是厚 而且是一条交通线 就把这个两块旗给联络了 联络起来之后 全局这个地方的潜力 是黑旗的 然后这个子呢 变厚 这个对全局来说 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它那个地方 争个先手 其实就局部定势而言呢 双飞燕之后 黑旗选择这样的定势 从局部来说是 所以白旗还可以 对 是黑旗获取利益 最小的一种定时方法 黑旗如果想下凶一点的话 这个旗可以考虑拖 拖进来 对 局部最强的手段是拖 但是如果拖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一定会形成混战 是不是谁能抢到先手 就很难讲了 就会搬一下 对白旗搬 接然后这样 再贴出来 对 这个旗就很难说 我相信很多旗友 也能见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下法 好像就一下就乱了 对 局部形成混战 那这边是什么态势 就很难讲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局部而言 黑旗这个点三三呢 虽然简明 但是呢 并不有力 它就是在抢先手 对 简洁 潜先手 很简明 这个旗一定能抢到先手 但是并不是最有力的下法 因为 毕竟你这个地方是形成双飞燕 你基本上是一个二打一的局面 这个定时 对于黑旗来说 尤其白旗这儿多了个子 以后这边逼 还有先手味道 这个旗 就局部而言 黑旗并不是很开心 尝这个 旗生局部换取大局 这旗呢 整体来说的下法是可以的 但是 这个感觉也很大 嗯 就感觉白旗这边配置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就是 如果这样下的话呢 黑旗当初挂脚 白旗脱先 也可以说 黑旗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 白旗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他就是抢到这个厂 这个旗 黑旗的布局下的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通的 拆这个 拆这个很大吗 我 是不是一人一个这个 对 就是一人一个 这时候陈南 如果让你判断一下的话 你觉得哪个大呢 上下是 显著的大厂 两个大厂 哪个大呢 嗯 那应该还是拆上面 你觉得上边 他都拆上面 他都拆 他想的是话 我们 通过陈南刚才这比较有趣的回答 我们也看出来 就是心态很有趣 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但是如果说你不看见他这么下的话 让你选 那我可能走下 你看你看 说的这么大实话 嗯 我是觉得下面大 我是觉得下面 因为这个已经长过来了 嗯 这个长过来 我们可以倒推一下啊 就是如果失去了这个子 如果失去了这个子 是这边的损失比较大 还是这边的损失比较大呢 应该还是这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并不是黑旗一个能够赖以承控和发展的地方 白旗这儿有个铁头长在这儿 嗯 这个铁头有千斤之力 那么这个子实际上对这边的照应比较大 我觉得啊 这个旗如果让我下的话 我会拆这个 可是他会不会担心您刚才这个 嗯 这个B没办法 其实我刚走的这个 这地方也有打入 啊 B总是你的先手 这个没办法 对 你身外 大概你就拆个二 其实拆个二 对 那么我这个拆呢 故意回拆一路 是为了给自己留下这个好点 啊 这样的话 这条边的配置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很满意的 那我刚才要是走这个 哎 你刚才要走这个的话 那么很显然 我再拆回来 我就便宜了 再多便宜一下 我就便宜了 本来因为轮你手下 你可以拆到这儿了 嗯 或者你拆到这儿也有可能 啊 看我们看古力实在拆到这儿 对 所以我先抢占这一点 我不着急抢这个 嗯 如果抢这个的话 我下一手反而意思不是很大了 是 我就先抢这个 您这就引诱我走一个 然后便宜一下再拆回来 对 实际上这首棋 对 你刚才用这个词比较 比较通俗啊 那么我们以前讲棋的时候 曾经聊到过 就是在古代的日本棋手 有一位棋生叫秀测 啊 叫秀普 秀普 他呢 他对布局有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也多次讲过 如果你下完这首棋 能够给棋盘上留下两个好点 并且你能够站到布局阶段 最后一个大场的话呢 基本上你的布局是成功的 嗯 所以这首棋呢 它是符合这个理论 就是我走完这首棋以后 下面有两个好点 白棋只能站到一个 这两个好点都很诱人 都很诱人 其实即便是白棋跟着硬的话 也不能说这首棋笑 如果白棋站这么下的话 这边一样很大 大家对位 对一样很大 但是呢 就是因为两边都很大 所以当黑棋这首棋下出来之后 一定会给白棋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白棋会很煎熬 在这个局部选择哪个 不管怎么说 跟实战相比 如果白棋跟着硬的话 黑棋毫无疑问是得利的 毫无疑问 等于你自动拆 少拆了两路 那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 所以它这首棋 我觉得稍有问题 这样的话 白棋一点都不煎熬了 你不觉得吗 真的 白棋这个就好齐了 我上下必得其力 那黑棋是有机会 可以做这个的 在黑棋走完上面的这个拆以后 白棋选择这一点 毫无 丝毫不用犹豫 这首棋拆过来很愉快 所以我觉得黑棋 这首棋的选点 稍微有点问题 黑棋下这个 这首棋多少有一些误虚吧 有一些误虚 其实即便白棋跟着回应一个 也并非不是不可以 它有担心别人就是 金银模样吗 金银模样的话 这个但是空很损 这个地方的模样 其实如果不能够从这个局部 这么张起来的话 已经差很多了 它现在底下这条边的空 全没有了 调的话 那鼓励可能 鼓励是可能不太会下这种棋 但是我觉得换一位棋手 比如说彭拳啊 这样的比较 比较有忍耐 比较有耐心的这样一个 厚实一点的吧 鼓励其实也不是很厉害 飞的话 贴一个中央在调 应该也是可以的 它是直接脱先了 它直接走这个 对 直接走这个 你看其实黑棋也没有飞 黑棋如果现在飞的话 白棋大概也是 这个时候我肯定不飞了呀 但是退一步说 如果飞的话 白棋大概也是这样 也是要回来的 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 差不多其实 但它现在选择飞下来 战斗就从此开始 但白棋这部 我们感觉它有点脱离主战场 所以这个一下子 要被别人切下来吧 我觉得它可能觉得 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是不是觉得这个大 哦 这个大 它可能觉得这个大 但这又话又说回来 如果觉得这个大 它直接可以下这个 它可以直接下这个 因为我如果来 针这个头的话 你再进来的话 看上去掉的更好一点 掉的更好一点 这个棋布局的时候呢 这些理论性的东西 确实很有趣 它就想让白棋硬一个嘛 然后再回来 它可能觉得 先掉着比较保险一点 它担心以后再走 再掉 可能会不会有其他下法 这个具体的想法呢 说实话 布局的时候去 琢磨这个当局者的想法呢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是 我们只能尝试的 去站在自己的角度呢 去理解 但是这个理解呢 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靠谱的 对 如果问问它 还是真的得 就是这盘棋结束之后 去跟它交流交流才知道 只能猜 但是有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 跟大家介绍一下 站下回去也可以 比如说它掉这个的时候 承担说这个脱离逐渐战场 我觉得确实有这个嫌疑 但是呢 这个嫌疑就是因为太有了 太明显了 我们反而不能上感的 就是特别肯定的 就说鼓励之后 其实坏气 太明显了东西 他也不会不理解 他就是想着就那个呢 他可能真的是讨厌别人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这个字的活动余地小了 走这个的话 看你硬不硬 如果你硬的话呢 那已经被限制住了 这边还要打入 如果不硬的话 将来这个字活动起来 就比较轻松 可能是这样一个思路 而且呢 他可能也觉得并不怕海 并不怕这个对方飞下 这边因为白旗整体都比较厚 整体的作战呢 他也觉得自己应该还可以 然后这时候必须得走了 走这个 他直接搭断怎么样 直接搭断会形成什么样的作战 针子总是白旗有力吧 真的吗 是 嗯 你带这场 这个作战应该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战斗 看不清 我鼓励的棋呢 其实挺柔软的 鼓励的棋其实挺柔软 他并不是说一定要 一定要为了战斗而战斗 鼓励的棋还柔软 对 这个词 对 我看鼓励的棋下很多盘 就是他硬的时候呢 是很多 但是呢 他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 或者说那不硬局势已经不行了啊 这个时候他出拳往往是比较狠的 就是子弟配置有利于自己发力的时候 鼓励那个出拳非常坚决 毫不犹豫 但是看不清或者没把握的时候啊 他一般还是会选择一些积蓄力量的下发 我们在很多时候觉得鼓励的棋力量大啊 是因为看到他经常可以把对手吃掉 连吃掉他的时候少 是吧 所以99只给我们留下这种印象 但是我们有没有站在后面的角度啊 更深层次的角度 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大多数棋手计算力都很强 真正大家纠纱在一起的时候 鼓励也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这都是基本功 对 这个计算 几十步的实现计算 都是棋手的基本功 这个方面鼓励 其实优势并不大 他之所以总是在战斗中能占便宜 是因为他对全局的判断更好 就是他更善于挑选作战的时机 这个实际上是他高的地方 并不是说他计算力强多少多少的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时机还不大 对因为如果这么下的话 可能黑棋搭出来 这个棋确实也很难 很难就评判说黑棋不行 整体的作战应该还是挺难讲的 他没有选择这个下方 人家都两个 你都拖一手先了 还要出来战斗 这有点不讲道理 可能是两个 但周围毕竟白棋子多 兼冲这个 这手棋价值确实也很大 我们刚才不是还在探讨这个可能性了吗 对 这即便黑棋走这个也是一手棋 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这边黑棋的这个空间 值得扩张的空间还是很多的 OK 他这手棋也很不错 本身兼冲完了跳 让黑棋这边变得没有什么扩张价值 这也是一手棋 下的很好 这个拐 平淡之中真的是健功夫 其实我对这手拐特别的佩服 是什么功夫呢 我就没看出了 对 因为我说说我的想法 就是 判在这种棋的时候 往往我下黑棋 我不肯拐 我不肯拐 我总是希望于在这地方要冲击他 小家 对 这个拐一个太普通了 因为即便我不拐 白棋也不见得会挡 挡我一挖街也还有面子 这个地方 拐掉的话呢 他上有一种 都上有一种帮白棋 把形状给安定了一种感觉 白棋应该是挺欢迎的 怎么想呢 我就不知道 那比如说我如果去家的话呢 他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假如如果白棋虎的话 我立一个会更好一点 对破坏形状来说 那我是觉得他这地方居然肯拐掉 其实范婷宇有个外号 现在不知道叫火了没有 少年时佛 对 但这种地方的拐真是太冷静了 他能够想并且敢吓 我觉得就很佩服 画王老师是不是可能吓不出手 对我没有勇气去下这种棋 就是这种棋呢 需要对局面有极端的自信 这个一个局部 他觉得不追求也没关系 控制了全局 这个拐太冷静了 太冷静了 我的心态可能在这有你 我总是想 即便是家不成立 我可能会想飞 想的是其他跳 就是冲击他这个地方 这三个子的形状 总感觉是有些薄的 结果他就这么拐掉 对 这个棋 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围棋 这个拐 但是范婷玉他的棋 对谁是他的风格 他不是这一盘棋这么下 很多盘棋都这么下 而且他老能赢 那就是本事了 先冲 这一间冲完了以后 黑棋这三个子的形状也变厚了 好 白棋飞这 好 黑棋这时候 是不是来挂脚了 对 白棋这个飞还是必要的 如果不走的话 被挡这个局部都变得太厚了 他这个飞呢 一方面寻求跟自己这块棋进行联络 一方面也是为了破坏黑棋整体的眼位 飞还是好骑 然后黑棋来挂脚 黑棋挂脚 对 他这个就不再处理一下了吗 再处理就难免走单关了 他可能担心 比如怎么 如果再走的话实力不够 补一下 对 比如说你转走一个吧 转走一个 白棋可能也会跟这边继续的威胁你 以后再挂进来的时候 可能就 时机就不好掌握了 白棋不太可能会守这个 因为这个手脚手的有点小 他就是要走这种棋 逼你进来 你进来的话 多了一个子 攻防的态势大不一样 这样的话可能有危险 就这样速度会慢一点 对 实力方面可能会有危险 速度太慢了 他这三个子呢 如果不考虑和这边一块棋的 这个厚薄的对比的话呢 这三个子 进攻虽然的能力不足 但是自保绰绰有余了 但是您刚刚不说被白棋飞到 他也没有根了 对 没有根 但是因为白棋这个子 他价值大 不在于仅仅的破坏于他的眼位 最主要是通过这个子 间接的让这几个子得了加厚 那么白棋既然在这里投入了一手棋 这手棋从实力来说价值并不大 真的 是吧 实力来说价值并不大 他可以让白棋变厚了 那么既然如此呢 顺其自然 下棋自然一点 这个棋既然对手已经变厚了 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执着的去考虑 怎么去进攻他 去攻击他 那这个时候可以把棋 往实控方向去发展一下 他现在这手棋呢 就是已经转到实力了 转到实力了 对 对 这个 来一下 对 嗯 对 其实对于黑棋这个靠 白棋应该怎么应验 还真的是挺为难的 白棋实在那个靠呢 是很损实力的下法 嗯 那对白棋来说 也不太可能去守这个脚 守这个脚 人家一跳起来全连上了 对 那总比刚才补那个 对 那强太多了 强太多 因为这个地方以后是有手段的 白棋并没有说完全的可以高枕无忧啊 除非厚到一定程度了 这个倒没关系 现在如果黑棋把这个打开了 那么这个局面白棋可能欠得起 所以白棋实在选的这个靠 那么这个靠的话呢 是很损实力的 我们看 想别人就进脚了 是 这个进脚以后不舒服 嗯 像这个 嗯 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大脚 被掏得很干净 对 这个下法基本上是一本道吧 它拖的时候 白棋有别的下法吗 拖 拖的这个挖肯吗 挖 我吃 接上 我是得补这个 如果虎的话 我可能会二度连根吃掉了 你可能会往脚上去 你可能会糊累的 我吃一下 吃一下 再上来 这样的话 跟实战哪个好呢 很难讲是吧 嗯 如果退的话 再吃这个 这样 嗯 这样确实跟实战来说 还真的是很难判断 嗯 差不多 实战那个段的意思也差不多 白棋是不是想把外面走厚 嗯 嗯 就是不知道怎么下弹 那是更厚的 可能他认为实战的下法 嗯 可以更厚实一点 嗯 贴 好 扳一下 嗯 这个扳倒是有意思 本身贴完了以后 这个局部是欠着棋的 这局部 这个局部其实不补 应该也没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 这个棋 死活呢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断是不成立的嘛 断了一打就可以 那么加的话 顶多就先手搜刮一下 嗯 所以这个扳 如果跟死活没关系的话 这个扳确实有点 美台 他想让别人沾上吧 哈哈 那不可能呀 问题是 嗯 不可能 也不可能 嗯 然后加 然后再拖 他可能是问一下应手 确实 沾的话呢 或许他就安全起见 补一个也很大 嗯 这个扳着很舒服 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可能他就真的不补了 就走在上面也可能 嗯 实际上加这个 加它拖 这个地方 黑棋捞空捞得很坚决 然后走这个 嗯 这个实际捞得很坚决 看 嗯 再回来 白棋 再补回来 嗯 对 这个局部就形成一个 很典型的转换了 实际与后视的一个对抗 现在 黑棋这个空捞得好大 本来白棋的脚 捞到黑棋捞了十几目 但是黑棋外面变得好薄啊 对 变得非常的薄 嗯 变得非常的薄 但是呢 这个棋 白棋在底下还得补一手棋 白棋实际上走这个 对 这个如果不补的话呢 这靠起来很厉害 嗯 这个靠起来的话 等于 白棋如果要想保证对黑棋的分段 白棋得跟着硬一个 那么以后黑棋这个几千手 这个虎 很容易黑棋就在这个局部就构成眼位了 所以他这还要补一个 但他补一个也很有价值 我就全连通了 全连通了 但是现在毕竟要考虑双方实际上的一个均衡 嗯 黑棋在实控上呢 这个战役结束之后 黑棋实控上毫无争议的是领先了 嗯 黑棋你看实控非常的多 白棋除了这个脚以外 只剩这一点实控了 现在当然黑棋很薄 但黑棋呢 由于实际上有一些领先 黑棋也不见得非得特别沉重的去逃跑这几个字 嗯 黑棋实际走这个 这个棋很清零啊 是 很清零 反正我是想不到这个感觉 骑行是在这儿的 对我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但是呢 这个时候应该说不是这一种下法啊 不是说只有这一种下法可以 就即便是跳 或者是飞什么 应该都可以 嗯 因为它这个字的意图就是很清嘛 你愿意吃哪个给你吃的 关系不大 嗯 还同时 谨销一下你这边的潜力 调这个 嗯 嗯 现在焦着 怎么样 嗯 焦着状态 实控领先了 是 这个棋实际上 实际上对于双方来说 应该说都是挺难处理的一个局面 嗯 就是看后面的力量 现在白棋还是要拿出点东西来 对 白棋还是要拿出点手段 攻出点东西来才行 拿出点手段 嗯 否则 黑棋实控优势很大 嗯 加这个 哎 加这个 这手棋呢就是 我在曾经聊这个如何进攻的时候啊 就是进攻很难 很难 在别人 嗯 比较薄我们去攻别人的时候呢 实际上 这个里面的技巧和节奏呢 掌握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 维系师觉得有一条叫攻比顾我 是吧 嗯 就是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要想着点自己 想着点自己 它这个解读呢 就是解读的角度有很多 一方面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攻击你的时候 对 我得顾着点自己有没有弱点啊 得攻着攻着的时候 自己就攻崩掉了 还可以呢 还有要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攻完了你以后 我得有收获 嗯 我不能攻的时候特别开心 攻了几十步以后 最后发现你活了 后不够了 对 所以攻比顾我主的是这两条 一个是后包方面 一个是这个自己的收获方面 嗯 那么像今天那个局面下呢 就是我们要解读 解读这个格言的时候 就是要看收获了 因为黑棋很薄 白棋很厚嘛 明显是黑棋被动的局面 但是白棋如何能够在攻击 这块棋获得收获 这个实际上肯定是鼓励 当时要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这个棋啊 我们这么我们这么收获够不够啊 我们就我们就间断够不够 陈南你怕不怕这种间断啊 嗯 我还是有点怕 嗯 这个间断后黑棋肯定会接这个 冲 冲它挡 你如果就这么断吃的话呢 它这边打吃一挖 其实没吃到什么东西 是吧 断上面吧 对你也断上面 断上面的话 它可能这个棋 长 嗯 长 等你长的时候 挖这个 还挺难受 挖这个可能还真的是有点小问题 或者它这个也不长 它单挖得了 以后还保持气质的可能性 嗯 其实即便是你断这个 它就打吃了压过来 这个棋 黑棋也不用不怕 就这样压过来的话 我们看走着走着 这边就有问题了 嗯 所以这样的收获呢 吃这十几木棋 二十木棋 还留很多借用啊 这样的收获不够 嗯 对于白棋来说 肯定是不满意的 那么局部攻杀 从内部突破呢 这个收获不够 这整体的攻杀呢 比如说我们这边来 强行的去攻杀 这整体攻杀 黑棋很可能在 你的包围圈里就做活了 对 整体攻杀 我又不知道 从哪个方向去走 对 杀 想图伦肯定还是有点早 是吧 所以如果这样 只求痛快的攻击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点 肯肯的攻完以后 没有收获 嗯 那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总结的一条道理啊 就是说 这个时候叫要 有一条口诀 叫不攻为攻 不攻为攻 碰到这种时候呢 就是慢慢的 让他付出代价 不要着急去攻他 在旁边先走一些 有重大价值的一些棋 最好是有实际的 木属价值的棋 同时呢 对全局的后包啊 还有一定正面的影响 别走着走着 落了点空 让别人全局都走后了 哎 这样远远的威慑着他 比那个着急的 要去攻他呢 要有收获 嗯 你要威慑力啊 就威慑力很强大 就如同你那个 拉一根箭在弦上啊 嗯 你不射出去 那个很有很有价值 你一旦射出去了 哪怕你这一箭双雕 那个射死了几个敌人 你没威慑力了 那个也不划算 嗯 所以像这个局面呢 我们看鼓励在这里脱先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 不攻为攻 加这个 因为这边的价值 本身是很大的 而且走完了以后呢 有可能能够让 周围的黑气变薄 是不是他也捞了点空呀 对 因为这个时候 黑气也只有 白气都这个 嗯 挡一下 打一下 打吃 这些都是遍延的 虎这个 对 虎这个 这个其实 黑气为什么不顺手打掉 我稍微一点没太理解 黑气走这个 嗯 这个呢 可能也是卖一个破绽 希望白气去这样 单单做活 但是这个 作为鼓励来说 也不太可能 嗯 黑气这个下法呢 实际上是已经认可了 已经认可了 白气你在这儿 可以活气 嗯 没问题 但你活的话呢 我就是希望能够 借着外面的走后啊 间接的声援一下 这几个字 嗯 以后你再想吃我的时候 我肯定你再断 我尝下来都不给你吃 嗯 这是有可能的 那白气这一系列手段 是不是跟当初这个 也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关系 现在作为白气来说呢 肯定是不能够 单单满足以活这块气 它一定要想办法 突围出来 嗯 只有突围出来的话 才能够对黑气的外面呢 产生一定的威胁 如果现在白气 只是这么单单活气 我们看啊 这气活了的话 实际上白气 是并不满意的 就算这样 你再补一个 确实是活了 确实是活了 那么黑气呢 可能在中央 怎么走一个 就这边走一个 或者这边走一个 这样的话 中央的这个势力范围呢 力量就发生 力量的对比 就发生变化了 对 刚才吃这个都不够了 弄这点目是更不够了 所以白气在这吓得 还是很凶的 白气在想办法 你有兵来 我有降挡 它断那个 嗯 沾上 冷静 就给你走 然后再跳 这样的话 黑气只有踢 把这个踢掉 黑气只有踢 对 黑气要再冲断 白气一尝出来 黑气就崩溃了 这沾上 这样的话呢 虽然在这个局部 白气稍微损了一点 等于铺进了一个 但是呢 这边毕竟 是突围出来了 突围出来了 突围出来了的话呢 对未来的这个进攻 黑气这块气 同时呢 苗的黑气整块 这个不是很厚实的 这块气啊 就创造出了一个条件 嗯 这个白气 应该说在这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后面这首棋 是分水岭 后面黑气下这首棋 是整个这盘棋的 一个分水岭 决定走向了 对 本来正常来说呢 我觉得 我觉得黑气 其实就算拐 也不是不能接受 他真的可能是讨厌 被别人唬一下 有时候对于实验 其实来说啊 就是这种一个 小小的地方 他就很痛苦 他的心情 就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就是在一些没有 没有必然性的地方 甚至没有必要的地方 就双方发生了 这个白刃战 这棋可能就是 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他非要跳这个 对 给人家留一个冲 对 你说跳这个 这不是找茬吗 跳这个 这明显的找茬 就是说 他的语言 就在跟古力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有胆你来冲断 我试试 就是我想让你 对 就是因为这个跳 明显如果冲断不成立 的话明显目数要好得多 对 以后 以后再挤进来 再搬这个队里面的收刮 撕刮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个棋 面对别的人也就算了 面对古力 这就不冲断的可能性 不是零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 范婷玉对这个形式判断 不太乐观啊 嗯 其实现在形势 还真的很早 嗯 现在形势 即便就算拐的话 也是正常的一个局面 嗯 黑棋并不落后 当然 当然也 谈不上优势 啊 谈不上优势 他这个跳 他就是什么呢 现在的人下棋啊 在很多时候 除了真的已经赢定了 的训练下 他可能会退 否则在很多时候呢 他本能的已经在一种 什么态 什么心态下棋呢 我们很多讲棋的老师 就包括我是70后的嘛 已经可能还算年轻了 但是我在看他们的棋呢 都有点皱眉头 有点砸舌的那种感觉 嗯 觉得没必要嘛 很多时候都是没必要嘛 但是呢 你细细的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后 理解他们的想法 跟他们一起复盘以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必要 嗯 因为这个时候呢 下棋比的往往不是一步棋 而且是气 顶在心里的那一口气 这口气一松一软啊 这个棋也赢不了 所以我们看 其实像范婷玉下的这个棋呢 就是在局部追求最强的下法 这个非常好的解读 他就觉得不怕 我既然不怕 我干嘛不追求 就很简单 是吧 很简单 你不怕 古力他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这时候 不知道他现在就有棋手 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我记得古力曾经形容范婷玉 说我不看棋的内容 就是光看范婷玉的脸 我就觉得有点发麻 也就跟他那个少年 石佛的那个称呼 可能有点关系 玩笑 玩笑 这时候古力肯定是看棋了 不会看棋 先震一下 积蓄力量 配棋往里肩 因为这个往里肩呢 本身实力价值也是很大的 然后白棋在这继续做准备工作 这样的话呢 就双方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因为白棋只有冲断 对于对手的这种跳 你如果不冲断的话 其实自己也没有台阶下 身上也没有台阶下 更何况是鼓励这样的 这样的棋手 你逼得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这地方可以毫不犹豫了 对 当然这个棋 为什么现在的棋 越来越精彩 就是我好多身边 也是关系很好的棋友 就问我说 为什么进入到现在以后 很多棋局的内容 就跟以前是大不一样 我们现在再思考一下 就是陈南 你想想你讲的棋 好多年了 你讲的棋 还有没有那种 就是从大家一开始 白白插二收收关 就结束的棋 很少了 没有 几乎没有 这近十年来 我还没讲过这样的棋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 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必然 我们看从这个局部呢 因为大家的思路在发生变化 对 大家主动的追求战斗 而且也不是只有 80后90后 现在像长浩呀 李长浩的棋 都逐渐变得暴力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趋势就是这样 趋势这样 你得跟得上 就是达尔文写 物中起源的时候 他的结论是什么 只有最适应这个时间的人 自然选择 对 才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人 你用过去的 20年前你这么下棋 那是当时的选择 你这么下 下得好 可以赢 现在呢 你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如果你固步自封 绝对不改变的话 那你也进步不了 对吧 所以你刚才提的这几位 都是当时的大骑士 对 他也要跟着这个节奏 跟着这个时代的节奏 改变而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为奇的魅力 是 其实这个作战呢 真的从整体来看啊 黑棋是有他的这个理论基础的 因为第一 白棋这边不是很厚 黑棋这边的眼位空间很足 还有黑棋这个阶是先手 虎是先手 很多地方都有先手味道 那么这三个字呢 实际上眼位空间也很大 你要是想吃这几个字 也并不容易 碰到这三个字 白棋这三个字 气紧 走的过程中 应该是怎么样去 缠绕公鸡这两块呢 虽然断开了啊 但是公鸡是不是能有收获呢 对 也是要动脑筋的 您刚才说 一定要收获一些 实际的东西 要收获 他现在冲断 我好像看不出来在哪 一定要吃一块吗 还是在哪能违控 当然吃一块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吃不着的话呢 也至少在这边 顾左右而言 这边的其他 总是要联系到一起 这时候 因为白棋是主动权嘛 白棋现在是主动的一方 这一块两块三块 总要做点文章出来 但这个文章真的不好做 我觉得这棋太难把握了 这个文章真的不好做 也只有鼓励 能够下出来下面一首棋吧 我觉得 下面这首棋 如果我们要棋 我们猜 我觉得可能 业余六段以下的棋 我都不一定能猜的 对 我们看吧 揭晓谜底 挖街 很神奇 在外面站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去挖街 这首棋呢 初看很神奇 细细琢磨 真的是高 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段就逼着对手表态了 如果我不走的话 如果白棋不走 那么在这个局部该走什么 实际上是很头疼的事情 我估计最像的 其实大概也就是尝这个了 就尝这个的话呢 就是 不行 现在尝不行 这尖完了以后 把你蒸掉了 你现在如果硬贴的话 很可能对手虎这个 这个虎是有鲜手味道 所以它这个挖街呢 就是有这个意图在这里 挖街完了以后 如果你要是防着这边的弱点 下一首白棋 就可以稳稳渐渐地尝到这个了 那么 这个挖街 同时还让你这个夹死三个子的可能性 就没有了嘛 就不存在了 所以黑棋要虎这个 虎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连贯的手段 打尸 尝出来 从堡垒的内部 从堡垒的内部啊 要予以攻破 这个挖粘呢 就是第一 破坏形状 让它的气紧 同时就这三个子 同时灭它的眼味 这个挖粘看上去是一部 很单观的棋啊 但实际上是 好几层意思 一件 一件双雕 一件多雕 那这个打尸呢 这事尝出来很凶啊 黑棋只有尖 嗯 黑棋只有尖 尖完了之后呢 把棋贴 嗯 再贴 对 这个棋都命定行了 然后再冲 这冲的时候 黑棋杀鸡四伏啊 这冲的时候黑棋要小心了 这时候一不留神 可能真的大龙就被全尖了 哦 还不 现在不能 对 你如果挡的话 人家这个打尸实际上是先手 嗯 甚至于这个棋 它就算 它就算单肩 恐怕你也不太好动 是要死了吗 对 这个风险很大 因为这个 如果我打尸是先手的话 你其实 这边的断点已经没有了 再尖这个 这个 黑棋就全都被包脚的包进去了 黑棋风险很大 嗯 那这时候冲的时候 挡不行 也不能团 团的话 白棋再冲一下以后 这个局部轮底下 你已经很难跑出去了 就算白棋在那再补一个 这个棋 让黑棋跑也很难跑了 很痛苦的一个形状 嗯 所以说这个冲的话 真是杀鸡四伏 对于黑棋来讲 要小心提防了 嗯 黑棋是走这个 嗯 断 这个断呢 实际上也是有点苦肉剂的感觉 但上面 不怕死 对 等会我们会看啊 这个局部呢 很有意思 嗯 这个局部很有意思 即便让白棋下的话呢 白棋现在比如说 如果冲这个啊 对啊 黑棋打吃 我就冲上 对 黑棋把这个贴死 嗯 把这个贴死 这个五个棋筋死了 也是不得了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白棋现在能够 睁到先手 白棋把这个拐回来啊 嗯 这棋确实 如果就这么吃了的话 白棋收获还可以 嗯 那意思我还得补齐吗 这等会儿黑棋一冲 这个局部 黑棋一冲一打吃 这个棋就 这是谁杀谁啊 哎 在这个局部就要问到这个问题了 黑局部是有暴动的手段 暴动 对 粘上 这个问题 如果粘的话它一断 哦 在局部白棋就慢一些 其实后来下出过这个局面了 等会我们给大家摆吧 嗯 所以这个棋是不行的 不行 这棋它现在要跑 嗯 要跑这五个字 可以打这个 提掉 提 打吃 嗯 接上 黑棋也沾上吧 黑棋也沾 嗯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白棋要下这个水 白棋下这个时候 黑棋用这个手段 哦 就是刚才 嗯 打吃 对 打吃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能接了啊 只能接这个 哦 这时候再接 白棋就死了 是 嗯 打吃 然后黑棋提掉 这个局部呢 是一本道 沾上 白棋把这个接上 让黑棋一路沾回去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欠个结和这个地方一手棋就可以做活 白棋在这儿有收获 白棋有收获 现在回过头来白棋再吃这个 这些棋现在来说都是一本道了 黑棋只有的这个 白棋提 嗯 黑棋跳架 哎 这个棋 现在黑棋两块棋已经脱离危险了 对啊 那白棋收获什么了 对 白棋现在就是进攻目标就只有在这儿了 嗯 这时候如果要是再吃不掉这块棋 比如说你就是简单的跳一下 让你小尖 如果就这么做活的话 那这棋白棋肯定输了 所以空肯定不高了 对 白棋等于这个冲断以后呢 真的是没走到东西 嗯 但作为鼓励来说呢 当然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就是 它在设计攻击目标的时候 肯定是放你这块放你那块 第三块不会再放你了 嗯 所以它这个时候我们看是出杀手键 点 点这个 嗯 确实因为这边很厚了嘛 提了很多子已经很厚了 应该是有条件来攻杀了 但人家黑棋当初把这块鞋也都给连好了 也都连好了 算是说 作为黑白棋来说压力很大 也没有退路了 对 现在如果不能够在这边走出点东西来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了 嗯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最后的一个拼搏胜负的地方 对于刷发来说 对于刷发来说都是这样 现在黑棋这块棋直接做活肯定活不了了 嗯 比如说你贴它就搬 你搬它接上这棋肯定活不了了 嗯 所以黑棋呢 在这个局部就推而求其次 嗯 推而求其次要寻求一些 嗯 迂回的下法 哦 顶这个 顶这个 顶这个还真是好奇 顶这个是 对 顶这个就是你如果要寻求转换的话 这样黑棋还可以的 哦 因为确实如陈南你刚才所讲啊 嗯 这个子被黑棋加持以后 黑棋在这边的收获巨大 是 不仅变厚了 而且还吃了个子 还做出眼了 让白棋的这个成空的潜力全都没有 对 将来这一代搞不好都是谁的空 嗯 所以黑棋如果能够只死一点点 把这边也收获十几目棋的话呢 呃 全局来说黑棋是优势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 鼓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比如一拐 吓得很凶 然后他再贴 他是底下扳 然后他 嗯 对 他是扳 嗯 扳 然后退 再冲 再冲 再冲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断这个可以吗 断这个 哦 断他就充吃 断他大概就充吃 想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还可以这么贴死 不能够全都脸回去 断不行 那挖这个呢 我现在挖呢 挖这个 嗯 挖好像看上去挺厉害的嘛 他为什么没有下这个呢 没下 挖吃 吃被吃应该是不行吧 那我也只好这么吃 好像 那沾 如果沾的话 如果沾我是不是可以做活了 有希望 如果沾 我就这个 你大只我在挖断 这个变化有点复杂 看不清 嗯 提 提了接上啊 这个跟下 这个跟后来下法差不多了 多了个字 哦 是这样 是不是还能被杀了 对 因为我们这个图 这个图飞起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等会我们会摆到实战啊 实战有点像 对 实战它是贴 它贴白旗接 嗯 然后 然后挖这个 挖这个 嗯 什么 哎 这时候是不是只有杰 这时候如果打吃呢 打吃再打吃 有可能吗 那我再提掉 贴住 您这底下不要 哪个大 跟后来相比 哪个大 这个判断很难 这判断很难 我估计 还可以这么下 哎呦 对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就这个判断很难 但是难是难在 对于我们 在这个大气盘上讲解难 在实战中 它有那么多时间算 这个不难 哦 对这个转换得失 应该能看见 咱们这个应该要相信它 这个它要判断不清 它就不是范田玉了 嗯 所以它没有这么选择 它还粘上 嗯 但是我在想啊 我在想 它的判断 虽然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不知道 它的这个计算 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这个挖粘之后呢 这个挖粘之后 范田玉真的有可能 会出现这个失误 白旗冲了一接啊 黑旗整体被杀 这个我觉得 这么就死了 对 这个可能是范田玉没想到的 他会不会以为 白旗只有这样去吃它一半呢 他可能是这样吗 因为 使用实战的角度来看 嗯 那么也就意味着 白旗这个点啊 把黑旗全尖了 是收获还是很大的 对 收获还是很大的 嗯 本来黑旗这个靠 应该说是能够找出一点 这个补偿的 一种方法啊 迂回一下 在这个局部 大家各取所需 那么等于 白旗丝毫没有退到 白旗把黑旗全尖了 你想 转身的也被人家吃了 转身的那子也被吃进来了 早知道 可能还不如从上面压一压呢 嗯 别顶了 还不如压一压呢 现在黑旗只有接 然后白旗 这边很厚 白旗不用补 白旗继续往里爬 这个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正好慢一旗 正好黑旗 慢一旗被吃了 它实在是没有挡 如果挡的话 白旗点 或者白旗弯 可能也行 白旗点 这个局部 你三气 你是尝不出来的 如果你弯的话 我可以升级进来 哦 我可以生生的挡进来 就是紧重你这一口气 如果你挡的话呢 我就贴 你拐 我挡 你走 我走 正好黑旗慢一旗 嗯 虽然我在怀疑 范庭玉 可能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误算 这个应该也属于直线 也属于直线 是吗 属于直线 实在它还是只有接 嗯 然后黑旗 白旗一爬 对 黑旗就被吃了 被吃了的损失还是很大 嗯 是不是 转这边来 转这边 那机器已经死了 这地方也没有任何 没有手段 对 所以黑旗在这 还是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 那就这么吃了 是不是白旗一下形势好了呢 白旗形势好了 刚才 那如果刚才那么下的话 它真的是不是 如果刚才冲下来 对 刚才冲下来 我觉得黑旗好像真的是应该选择那个 嗯 我们感觉也觉得白旗形势的那个 对 我就吃 就这样下 嗯 就这样下 你只有提 我接上 你冲 你冲我跳一个 跳一个 这是先手 下一个手扳回来了 你要吃我的话 只有拐的挡住 嗯 那这样的话 没有这个 这样的话 我已经 我的木数啊 刚才其实我挖端完了以后呢 刚才是 嗯 十三木齐左右 现在呢 十八木了 其实我 我是长了有 我是长了有五六木的 白旗呢 白旗这个地方 也要长个十 什么事 白旗这个地方大概长了有三十木 但是后来这个地方 白旗这吃了应该也有三十木齐吧 嗯 光子就吃了九个子 再加上边边角角的木 应该也有三十木 那么如果是这样下的话 黑旗可能还是要便宜几木齐的 最主要是 即便这么下 黑旗还是先手 跟实战一样的 走还可以再走这边 对黑旗还是可以走那边 黑旗这个 真的先手是没问题的 从木上来说 很可能是这么下 更便宜一点 我觉得 从后包上 我觉得半天月载这个局部 可能是有点误算 为什么没选择这个呢 应该是有点误算 我们刚才也是没有看到这个 它误算的可能性 那我在觉得 我在想 这个就这么被吃的 这么简单的事 它会看不到吗 应该可能性不大 肯定是经过判断 对这个光吃就吃了九个子啊 吃了九个子已经十八木了 加上零散的木数 这地方怎么白旗收货 也得有三十木 不止十三木 十五木 有十五木旗 刚才那个旗明天有十八九木 或者说这样 他也觉得形式就还可以收 那应该是误判 应该 虽然整体来说 黑旗也有一些收货 但是毕竟白旗 把黑旗都吃掉了 现在这个旗 白旗应该是优势 我们看黑旗在这儿去拼搏 这个 快吃 是不是提了 提 然后他就打吃 对这个地方 白旗已经不跟黑旗纠缠这个结了 收的应该是最简单的下法了 这火出一块 对 尝一个先手 这个黑旗活得很大 那这样 是不是白旗有点退让 白旗肯定在退让 这个局部 如果说白旗没有觉得自己赢的话 白旗是不会这么下的 但是鼓励之所以这么下 肯定也是比较满足于这边的收获 那这个时候 时空真的差距有这么大吗 这个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时候 应该说白旗是优势的 飞 像这种棋也都是自保有余 并不是怎么想攻击它了 白旗就补一个 这个补得很冷静 这地方您不是说没有手段了吗 对 但它飞完了以后 它可能觉得有点不放弃 而且补一个的话有木数价值 本身这个地方的收气就有后手 逆收五流木的价值 这个贴是有价值 就我们从这种贴 煤旗的地方它补一个 这种贴从这个地方的退让 可以看出来鼓励对赢下这盘棋 就是对形式是比较有信心的 是 下的都比较保守 收兵了 收兵了 挤这个 挤这个有价值 否则的话 这一间这几个字被吃掉了 其实有点木数 挤这个 现在是不是收关了开始 是 进入收关 把这个吃掉 我们看鼓励下的很厚啊 嗯 每一步棋都是都下的非常的厚实 所以从这些棋来看 应该是觉得鼓励是要赢的 嗯 这个段也很大 这个段调也很大 靠退 间接的来补这个 嗯 把这个吃掉 这个靠退完了以后 要求这边有 有公杀白旗的可能性 嗯 所以他吃这个 嗯 那这样的话呢 黑旗腾出手来 白旗这个尖可能就不知道好不好 但黑旗现在腾出手来 可以把这几个字吃掉 这个收获很大 吃掉这个 对 这个地方 黑旗不仅全都连后了 而且又吃了将近十木齐 那我怎么感觉白旗退让了不少 对 黑旗在大踏步的这个 追赶 追赶 但是呢 应该说这个地方还是 从我们后来拿到这个结果看呢 嗯 应该胜负出是这里 对 即便白旗一直在退让呢 但是这个形式还是 还是朝着白旗有力的 这么一个局部在进行 嗯 我们看白旗现在尖这个 这个很有趣 这手棋很大 尖黑旗挤 再爬掉 对 把这两目爬掉 这个收获 这个价值 这关的价值非常大 完了以后再补回来一个 嗯 这个局部就避免收气了 是 这手棋还把黑旗两目棋爬掉 这手棋应该有后手八目以上的价值 嗯 嗯 所以下到这儿的时候 后来还有很多棋啊 后面是303手 收完了 对 呃 最后的结果呢 是鼓励赢了半目 对 鼓励赢了半目 还算险胜 对 应该是险胜 但是呢 据我们观看了这个棋谱的进行呢 后来黑旗是非常顽强的 对 就从这个局部开始 到后面称这个结啊 嗯 在白旗提结的时候 黑旗都要称这个结 黑旗非常顽强 在最后还是数到半目 我们觉得呢 一生付出应该是这里 当白旗最后能够把这个吃掉之后呢 白旗形势应该 优势已经确定了 就他攻击的成果还是很丰厚的 是的 那么 这盘旗最精彩的实际上 就是从这个跳开始的 引发了一场 一个冲断的战斗 对 引发了一场意外的一个血战 嗯 血战 那么黑旗被白旗挖斬之后呢 这地方确实也很危险 最后左冲右突 还是死的一块 那么这个地方 不知道范婷运是 真的是这么判断 还是这样的误算啊 不知道怎么去去看 但是确实被白旗攻到这儿的时候呢 应该说白旗整体的冲断 还是有收获的 嗯 这个旗我们胜负可以搁在一边 就是我们试着去理解 对局者双方的这个思路 嗯 拼得很激烈 很精彩啊 嗯 这盘旗鼓励赢了 鼓励赢了 现在整队的结果呢 我们到最后再来 还没出来 再播报一下 这是重庆和山东队的主降战 对 那就是重庆先拿一分 是 我们看吧 其实山东队要真降级了 也是挺 挺可惜的一件事情 有点不可思议 嗯 曾经的联赛冠军 现在还早 现在还早 联赛冠军降级又不是没出现过 有 出现过 嗯 很精彩的一盘旗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回过头来给大家介绍下一盘 嗯 一会儿见 嗯 嗯 嗯